各位学员大家好 我再来继续帮你说明 这一个我们的media prayer 那么的委托 那么在android里头呢 最常见的是跨进程的这种委托 那这个它的基本做法就是 这边有一个activity 这边 这边有一个activity 这是ac01好了 这又activity 然后呢这边有一个service 有一个service 然后呢我们就会写一个 这个我们自己的service 我们看一下这一篇的一个代码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在这里 这是这个结构 这边有一个ac01 ac01 那么这边有一个service 这是android的 然后我们写一个mp3service ok 然后呢 再来这边有一个binder 提供一个IP接口 然后写这个 是由这边来委托 委托的是发生在这里 是由这里 由这个类 来委托呢 这一个media prayer 来播放音乐 可以委托它 那我们现在 就要来看 这个怎么样的运作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个 直接来看代码 直接看代码 ok 因为这个部分 其实我们只要专注在 这个委托的部分 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 在 在 在这个activity里头 它是先buy the service 先去 绑定这个服务 绑定服务的时候呢 它就会 来 找到这个服务 我们来看这个图 这个图 这个图 就是用bind service的时候 它就会来找到这个 MP3的service 那MP3的service呢 它再来new 这个MP3 play the mind 我们来看一下new的地方在哪里 ok 就是用图 来对应 你就很容易的理解了 很容易理解了 这个 mind service 它就来调用到service的部分 service在这里 所以呢 它在这里就new了 有没有 它去buy the service 那它会先start service 就会来调用 oncreate 会把这个服务启动 启动的时候 你看new MP3 play the mind 有没有 所以 这个动作呢 就是 我们图的 这个动作 这个动作 就是这个动作 它 就new了它 对不对 好 new它的时候呢 我们再来看看 那 它做的是什么 ok new它的时候 有没有动 有没有做什么事 我们再来看 那个binder的部分 在这里 这里 叫MP3player binder 它被new的时候 做的是什么 没做事 只设一个contact ok 只设一个contact ok 那没关系 好 那 它new了之后呢 那么 它会 再做一件事情 就是buy的 service 会再来调用 这一个 会来调用这一个函数 调用的时候 会把这个 刚刚所创建的这一个 对象 把它传回去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图 好 它会 第一个会来 call它的oncreate oncreate 会call它的oncreate 然后它就把它 然后它就把它 拥起来 拥起来之后 它会再call它的oncreate 就把这个拥起来的对象 把它丢回去给ac01 那丢回去的地方在哪里呢 它怎么丢回去 在这里 它把它call back回来的 所以它把这个ivj口送回来的 所以送回来到这里 所以它把这个ivj口 imindj口把它送回去给ac01 就是onmind的时候 它把这个对象的参考 把它送回来给它 因此它就指向它了 指向它了 指向它等一下就会来调用它 这是第一 new它 第二 第二 把它的 参考丢回去 第三 就来调用它了 调用它的时候就调用到它 就调用到它 然后呢 就委托它了 ok 所以从这个图呢 看比较快 比较清晰 好 我们再来看 它什么时候call它 在这里 在这里 就是 当它有被按按钮的时候 onclick的时候 这是ac01的 那么它就会透过这个ivj口 扣过来了 这个调用的这个动作 这个动作 就是扣过来了 就扣到了 这个 就是扣到这个动作 就是 就是这个动作 它就扣过来了 这个iv有没有就扣过来了 那扣过来 就扣到这里的on-transact 扣到这个 mp3的on-transact 扣过来 就扣到这个是on-transact on-transact ok 在这里 扣到这个on-transact 在这里的时候呢 就做了什么事情呢 做的 如果这边传过来的是cos1 就会传一个band 那它就callplay 就callplay on-transact callplay callplay 这个play它做什么呢 委托妈妈 去创建一个小孩 有没有 把小孩留着 接下来再call小孩 去播放音乐 所以 双重委托在这里出现了 委托mediaplay的妈妈 去创建一个小孩 之后 再委托小孩 去播放音乐 那这里委托小孩 停止音乐 所以呢 我们的委托的部分 就讲完了 就从这个例子当中 就可以看得出来 它的位置是在哪里的 所以呢 我们 这个部分 就可以不用谈了 就从那个例子 就可以知道了 这样子的一个委托呢 是发生在 这一个 这一个 位置 在这个位置呢 产生了 对mediaplay的一种委托 有没有 对一个委托的情形 好 至于这个C++的部分呢 因为机制跟Java一样 所以这边我们就把它省略了 OK 好 那从这边也一样 再跟你广告一下 就是高老师呢 这个最近非常用心的 在 啊 这一个 啊 做workshop 在传授 这个 手机架构式的 这个策略思考的技术 就收回什么高的咯 但是 很值得的 OK 好 谢谢咯 好